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出国不容易 国内旅游正热门 高雄原山饭店与基金会 旗袍出租公司合作 举办一场东方礼服与改良旗袍的走秀 还能看到老奖时代为了方便脱逃 而设计的衣橱密室 现在让我们一窥过往的历史秘境 高雄原山饭店大梯 十位摩托尔展现复古与时尚的东方走秀 有人穿着改良式的长版旗袍 撑着伞的日本和服显得格外神秘 民众也穿上旗袍和古董老爷车合照 感受夜上海的时代氛围 那我觉得慢时尚的话就是既环保 然后又美观又可以做文化的保存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旗袍 能够让很多旅游业或者是说时尚产业 很多的设计师都可以 透过这样轻松的方式 更多的民众也能够体验他们的礼服 这是老奖时代为脱逃而设计的衣橱密室 不到两瓶的密室规划完善 民众也可享用元首套餐 饱览成千湖的湖峰水色 这是业者在面临观光寒冬 后疫情时代所设计的未出国体验之旅 元三饭店有文化建筑历史做抵律 这一个部分我们觉得是要用另外一种封锋呈现 看到很多可能之前没有对外公开的很多的秘境 非常好 很高兴的这边看到我们这边办这种活动 觉得说这样对我们高雄这种观光真的是有帮助 在新饭店及疫情的环伺之下 业者希望以自身的历史文化优势掀起一股复古怀旧的潮流风 带来另一波的业绩高潮